負責人的認定這個表格 我們在醫師的時候看過了 你可以圈幾個比較重要 我們會講到的 第一個就是在 職務負責人的所有工作裡面 有個經理人你圈 第二個就是實質負責人 這兩個部分是我們 會講到的一個部分 會講到 比較著重會講到的 好 那我們就先從實質負責人 八條三項開始 第八條第三項告訴你說 主要把實質負責人 好 需要念法條給大家聽嗎 好吧 好 第八條第三項告訴你說 公司之非懂事 而實質上執行懂事業務 好 到這邊為止 他講的是事實上懂事 看到 事實上懂事 就是實質上執行懂事的業務 好 後面 實質指揮控制人士財務 或業務經營 而實質指揮懂事執行業務者 好 到這邊為止講的是 因此懂事 所以不論是事實上懂事 還是因此懂事 在法條的定義底下 他都 他第一個就告訴你 他是非懂事 好 非懂事就是一個大爭議 就是非懂事 既然他是非懂事 那他怎麼去架構說 他是一個負責人 然後他跟懂事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好 接著 我們可以往下看到 常見事實上懂事的種類 會發生事實上懂事 可能有三種情況 第一種就是選任有瑕疵的懂事 就他今天可能選任的時候 他本身有一些違法情勢 他可能講的是 就是他可能選任的票數 其實計算是有問題的 或者是他其實是有可能出現的是 今天他選了這個人 但他可能出現了就是 他辭職 但是還沒有 應該不是說辭職 應該是說 他選了這個人 但他可能票數不足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未經選任而有擔任的懂事 就是他本身就沒有經過那個程序 第三個可能是已被當然解任 就比如說他有違反 比如說我們講公司法30條 還有消極的不符合資格的情況 可是他還是繼續擔任懂事職務 這些情形都有可能產生 所謂事實上懂事 也就是說他本身沒有懂事之名 但是他在做懂事的事情 接著講到影子懂事 就是實質上控制公司人事財務業務 且他是一個且 實質指揮懂事執行業務 你從法條看 他法條強調的是 法條強調是控制力 法條強調是指說 這個人對於懂事的控制力 因為這個條文其實是超自 就是我們講關係企業 所以法條強調是控制力 除此之外 除了法條這些要件之外 學說額外加兩個要件 就是慣常性 經常性 也就是說要是持續性的一件事情 持續性的控制 持續性的去影響這個懂事會 而懂事指揮這個懂事 才會符合影子懂事 真點的部分就是法條只有說指揮懂事 那指揮經理人算不算 這是第一個我要提起大家 第二個是如果是法人股東 或者控制從事關係是不是必然會構成 影子懂事 這是真點三 既然我們講完事實上懂事 影子懂事的一個定義之後 效果是什麼 法條告訴你說 與法律上懂事同負責任 真點四要討論的問題就是 今天這句話 它一定就是構成說 今天這句話的意思表示什麼 你要怎麼去解釋這句話 如果今天法律上懂事 不用負責任的時候 事實上懂事 影子懂事 還有沒有責任 這是這句話所產生的一些問題 除此之外 適用上面這些影子懂事 事實上懂事到底有沒有223條 就是我們講懂事自我交易的適用 還有就是關係企業下面 3694告訴你說 我可以透過不合常規的經營 來去維護綜效 那這裡3694跟第八條第三項的關係是什麼 我們要怎麼去處理影子懂事 跟3694之間的關係 好 這是我們主要的幾個大真點 或圍繞在這邊 好那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第一個非懂事的部分 101年的修法整理八條三項之後 懂這句話畫起來 懂事的定義並沒有改變 只是在責任歸屬上擴大範圍 來給予事實上即影子懂事 事實上懂事即影子懂事 也就是說從這條推導出 就是他的目的 其實從立法目的你推導出說 今天 事實 就是實質負責人 推導出實質負責人 負受任人 負受任人的義務 也就是說這條線會產生的原因是因為我們透過立法 就是立法目的的解釋來告訴你說我們其實沒有改變懂事的定義 但是我們只是把擴大究責的範圍 從原本只有法律上懂事 擴大到這些實質懂事都要負擔受任人的義務 好 但是在這樣的規定之下 因為他非懂事 所以會產生的問題就是好 那請問一下後面關於懂事的一些規定 這些實質負責人或事實上實質懂事要不要負 要不要負擔這樣的一個責任 要不要受這些法律的規定 好 那除此之外還有問題 比如說像是事實上的董事他本身不是董事 他非董事他就告訴你非董事 那產生就是他如果他事實上執行董事業務 那他在董事會上決議 會不會影響到董事會決議的效力 董事會就會發生瑕疵啊 那瑕疵之後怎麼辦呢 所以曾老師就建議修法號畫起來 將公司法所稱的董事 改變董事的定義 包括法律上董事跟事實上董事 並且在特定條文之下 涵蓋到影子董事 可以喔 英國法的規定就告訴你說 董事有兩種 一種是法律上董事 就是名義上是董事的 第二個事實上董事就是實質執行董事業務 但他名字沒有掛在上面 這種叫做事實上董事 那在英國法律底下 公司法上所稱的董事的規定 適用在法律上董事跟事實上董事 那影子董事呢 你就把它理解成 影子董事就是不出名 他完全不想出名 他就是在背後垂簾聽證的人 所以有些條文 有些比如說像我們講 董事要揭露的這些東西 影子董事就不想讓別人知道是他做的事情 他在控制他在指揮 所以像這類型的規定 就不會適用在影子董事身上 所以特定條文下才會涵蓋到影子董事 其他的就是不會 也就是說事實上董事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什麼 事實上董事你在判斷上面 就是把它理解成 歐巴先生 現在這邊 你如何在題目當中判斷 他符合事實上董事 你就看他是否與法律上董事 處於同等地位 他今天所做的事情 跟他所做的事情 是不是跟法律上董事 選舉的時候產生出來法律上董事 是不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如果他今天所做的事情 是董事的一個職務職權範圍 那他就有可能會構成 所以事實上董事 那影子董事呢 影子董事的判斷呢 通常會講說 其實學說上會講說 他有一個持續性對懂事 有實質的影響力 他強調的是影響 我今天不一定要這些 我今天不一定要這些董事都要對我卑躬屈膝 可是我今天是持續的對這些董事 有一個實質的影響 並且這些董事會對我產生一個 強烈或持續的一個依賴 所以他們兩個是有一個依賴關係 那影子董事本身是不出名的 不會出名 他也不希望讓別人知道他是影子董事 所以這兩個就不一樣 可能有不同的地方在這邊 那我們繼續講真點二的部分 我們講完非董事的部分 那我們講說真點二就是講說 影子董事 他條文明文告訴你就是指揮董事 那指揮經理人會不會構成影子董事呢 我們先講 肯定說是朱德方老師在他文章裡面寫出來 就是如果你指揮經理人 一樣會得到所謂的 就是你是影子董事的這件事情 好 看第二行 董事會與工發公司的功能 逐漸轉變為監督 也就是現在推行的監控型董事會 我們會引進所謂的獨立董事 其實就是想要學美國的那一套就是 董事會其實做的是監督 那執行的業務我們就放給經理人去做 這就是監控型董事會 所以慢慢的其實決策來自於董事會 沒錯 可是執行不再是董事會 而是給高階的經理人去做 然後非工發公司也可能將重大事效交給經理人 因此後面畫下 經理人執行業務卻有可能達到控制人事財務或業務的程度 並且依照立法應職應該認定其為印字董事 所以其實你可以把它認定成 它其實是依照目的性擴張解釋 它其實擴張了就是法條本身的一個範圍 包含了指揮經理人 那很簡單 除了肯定說之外 你可以想到否定說會告訴你什麼 補充上去就是否定說的部分 否定說 很少數很少數會采否 很少數就是 我很少看到別人在討論這個問題 那否定說會怎麼講呢 否定說會告訴你說 依照文藝解釋來說 依照文藝解釋 本身它就直接控制董事 那如果你要擴大究責範圍的話 應該要有法條名文 好 所以這裡還是比較傾向大家才肯定 肯定說的見解 因為會出這樣題目的通常就是 老師是採取肯定說的 所以基於功力導向 我們還是以肯定說 否定說也不用特別一定要提 但是你就說 有部分採取否定說 但為了達到立法目的 我們應該要認定說指揮經理人 也包含在認定董事 就是印子董事的範圍內 好 再來接著第三個就是 法人股東是否必然構成印子董事呢 好 基本上來講就是學者會 不必然會構成 但是朱高老師特別在這邊提出來 就是說 我們用推定的方式來去處理這個問題 也就是說當今天有一個 我插一下A版 也就是說當今天有個A公司 透過27條第二項 派遣一個董事到B公司的董事會 請問一下這個A公司是否會構成 就是我們講的印子董事呢 好 看一下 他第一句話告訴你說 依照27條二項所派選之代表 當選過半席次 要不要畫起來當選過半席次 因為當選過半席次 在外加27條三項 告訴你可以隨時改判 所以下一項畫起來 實質對董事產生所謂的控制力 好 基於這樣有過半並且隨時改判 產生控制力之後呢 所以我們可以 先推定該法人股東為一子董事 再由該法人集體代表人舉反證 可能要舉反證 去推翻 或者是如果你不認為 它可以有一個推定的效力的話 也要依照民宿277條 但說的規定 讓它負擔所謂的 後面畫起來 負擔事案解明的協力義務 也就是說你不用推定的方式也可以 但是你透過277條的 但說的方式 讓這個法人股東跟法人代表人 有一個事案解明的義務 來協助去釐清案情 然後修法建議的部分就是 其實這27條最大的問題就是 來畫起來 刪除27條回歸純粹由自然人擔任董事的情況 這樣最符合公私治理 也是多數國家採刑的就是 我們不會允許法人擔任董事 或者法人代表人擔任董事 我們就是以自然人擔任董事 多數國家是這樣子 好 真點四的部分就是如何解釋與 課與實質董事責任 我們已經就是知道了 知道說認定它是構成因子董事或事實上董事 那效果我們該怎麼解釋呢 好 現行法律 明文就告訴你與法律上董事同負民行與行政責任 好 它產生的問題有三個 第一個 就我剛剛講的 如果本身法律上董事不用負責的時候 實質董事還要不要負責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是實質董事非董事 就是剛剛講的 明文規定它就不是董事 是否也意味不是負責任而無所謂受人的義務的範圍 好 那原文 這句話是中文老師文章上面的 所以它本身原文是才中實 它寫中實義務 但它其實這邊要講的是 如果它不是董事 那它還是負責任嗎 還是說我只是效果擬製說 我們同負責任 同樣負有責任 但是沒有所謂的受人的義務 好 第三個畫起來 這比較重要 若事實上董事非董事 非公司董事 則事實上董事參與董事會的效力是什麼 我們講董事會的效力可能產生的 就是要嘛得撤銷 要嘛無效 其實實務上只告訴你無效 然後只是有些學者認為 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之下 它是得撤銷 那所以董事會的效力是什麼 基本上實務跟大多數學說是認為無效 好 那效力為何 對於交易安全怎麼保障 就我們講了 內部的瑕疵對外部行為的效力是什麼 是採取所謂實務建議講的連動嗎 就是我董事會無效 所以我外面的法律行為也無效嗎 這樣對於教育安全會不會有影響 會 所以曾婉老師在他的文章裡面 才行比較嚴格的一個見解 就是不連動 就我們把兩個效力是切開的看 好 這我們之後再說 但是我們在這邊要提醒大家就是 這個解釋方式就會影響 這個法條定義的問題就會影響到這些 好 解方幫我畫起來 事實上董事因其行為與法律上董事並無區別 因此規範上應與法律上董事相同好 這句話沒有問題 不論是朱老師還是曾老師 在這句話上都沒有問題 有問題在下面 朱老師在他的文章裡面告訴你 影子董事的責任部分 他認為說 本身法條的規定就跟英美不一樣 因為他認為影子董事的控制力比較強 而且他超過了個別董事 所以後面冒犯 董事之規範原則上均對於影子董事有所適用 例外排除性質不符 這句話是朱老師的文章上面寫的 可是後面的這句話 亦有認為引進影子董事制度是仿效應國法 所以在解釋上 以影子董事性質符合的才有使用 好 這是曾老師講 一個是我所有都用 要排除不太相符的 另外一個是說相符的再用就好了 好 兩個有點不太一樣 好 具體的差別在哪裡呢 其實在第一個就不一樣 就是登記 到底要不要做資訊揭露 朱老師說要 因為他說 課於影子董事揭露義務之後 可能產生讓當事人避免 讓自己落入影子董事的規範範圍 就是他可以避免產生影子董事 他要盡量消除影子董事 這老師說什麼呢 董事登記為對抗要建第12條 公司法第12條 所以影子董事本身在外觀上 就不佔據董事為止 只是在幕後發揮影響力之人 他其實就垂簾聽證的人 那你要他登記不就是 其實就是根本就不可能嗎 因為影子董事就是 我不想讓別人發現 我在後面操控 可是你還叫我要登記 這不是就是跟本身的定義就不符合嗎 所以曾老師認為說不用 不用特別強調就是 影子董事要質詢揭露 好 那在業務執行的範圍呢 好 畫起來 除董事開會相關規定 無需適用 其餘均有私有 好 什麼叫開會相關規定呢 比如說計算董事的出席數 他只有操控的話 怎麼會有出席的問題 還有比如說要不要 即發開會通知 這些都不需要 不用對影子董事適用這些規定 好 那他衍生的一個問題是 影子董事是不是有積極方面公司違法的義務存在 好 這裡 這裡看起來說好實質上 影子董事是控制公司的人 他好像似乎就是要敦促公司 要遵守法律啊 要就是維持就是 遵守所謂的公司治理這件事情 但是第二行後面畫起來 我國法律原則上 無追究公司負責人或董事積極方面的責任 自然無需讓影子董事負責 最多最多你只能認定說影子董事 沒有讓公司遵守法律 他可能違反諸義務的問題 好 接著看報酬的部分 影子董事當然不能領取報酬 這裡當然沒有問題 好 因為本身影子董事這個制度是幹嘛 就責嘛 他不是在賦予權利 所以當然不能依照196條領取報酬 這個沒有問題 好 接著後面看 現行法下 倘若影子董事任職於公司時 報酬應進董事會決議或其下之經理人決定 也就是說 曾老師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說好 今天假設影子董事 他本身沒有董事的名字 但他去擔任經理人 但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個經理人的報酬 怎麼決定 現行法下其實是沒有辦法 就是 你會不會 就是 他的意思就是說 他構成影子董事 但他其實是經理人 他構成影子董事 那他有董事的名稱 那可不可以依照196條 要求透過股東會決議的思想 股東會決議來去決定他的新報酬 這是不行的 因為影子董事其實實際上已經控制了股東會 其實他對股東會有很強大的控制力 所以196條其實沒有辦法達到他有效避免厲害衝突的這個目的 所以他就是回歸到目前公司法 就是只能透過 比如說要買就是 依照29條透過斗事會決議 或者是經理人 就是如果他不是經理人 而是底下其他的職務的話 那就是由經理人決定這樣的一個情形